成龙的老婆,红金宝的老婆,李连杰的老婆,却都输给了他的老婆。 娱乐圈功夫明星现在趋势可数,如今比较出名的功夫明星都年过半百。 基本都名利双收,俗话说得好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,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。 在如今功夫巨星中可以称得上大佬的,红金宝,成龙,李连杰,甄子丹,这四位了。 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妻子,今天为大家科普下,成龙的老婆,红金宝的老婆,李连杰的老婆,却都输给了他的老婆。 娱乐圈能成大哥的只有成龙了,成龙老婆林凤娇,看到上面图就知道是个大美女了。 在70年代曾经红金宝一时的台湾女演员,还拿过金马奖影后,可以看出是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女星。 当时林凤娇与秦汉、秦祥林、林青霞合称为二秦二林。 在事业最火的时候,林凤娇选择退出娱乐圈,原因很简单。 她与成龙相识相恋一年后结婚,同年生下儿子房祖名。 一个女人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,默默做成龙背后的女人。 可以看出林凤娇会舍得,如今成龙功成名就也有她的一份功劳。 红金宝,在影坛地位很高,成龙成为大哥,那红金宝就是大哥大。 成龙见了她都是小弟,红金宝现在老婆是高丽红,前任妻子是韩国人,高丽红也是一个混血美女的港姐冠军。 影视作品非常少,让人熟知的是东方秃鹰饰演的柬埔寨反共游击队大家中,与红金宝结婚后,基本不参演了。 虽然不出演电影,但在一些大型活动经常看到红金宝带着老婆高丽红出场。 虽然只比红金宝小时三岁,但保养还是非常好的。 嫁给红金宝后,选择不生育,原因就是为了家庭更和睦。 李连杰,功夫巨星武术动作最具有欣赏性的,她的一招仪式华美如舞,内含丰富的中华武学精髓。 李连杰也是两段婚姻,她的现任老婆立志亚洲小姐的冠军出生,影视方面没什么成绩。 很早就退出娱乐圈开始经商,她们的恋情长跑足足十年,相恋十年后于1999年二人在美国洛杉矶结婚。 不参与娱乐圈的理智,几乎没出现过观众视野,很少跟李连杰参加活动。 年过五十气质还在。 真子丹,评议问一脚名利双收,自此事业发展一帆风顺,动作干净力多,灵力迅猛,爆发力强。 她的妻子是汪诗,身高达到181厘米,曾经参加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举办的国际华裔小姐竞选。 但最终落选而未能获得任何奖项。 但是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成为三料冠军,其父母被尊称为加拿大的钻石之王。 在这四位功夫明星中,真子丹妻子最年轻才37岁。 汪诗诗虽然不是娱乐圈人,但真子丹经和她秀恩爱,经常和老公真子丹携手出现在各式场合。 幸福笑容异于眼表,惹人羡慕,如今遇有一对儿女,可以说是人生赢家。 这四位功夫明星中,成龙的老婆,红金宝的老婆,李连杰的老婆,简直就是天壤之别,却都输给了真子丹的老婆。